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怕没有张力啊 你刚抖得蛮好的 我老人家我笑到伞到腰 真的 你刚抖得很自然 我真的吓到 真的 真的我觉得贝贝好可怜 不会 死掉多少细胞啊 我是有分寸的 你是没分寸 还好是我老公早 把你修掉 今天要讲说有一些禁忌 老师我们下你算是禁忌 是的 不是观众喜欢看吧 各位看看OK吧 下次换我下你 我下你无形 下你无形 不要这样 真怕没人吓我 我的压出其不意 大家都假装没看到的时候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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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到我的心了 你可以赶快进入主题 今天要讲说有一些禁忌 男女之间是不能碰触 男女朋友或夫妻一对 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 同事之间也不能做 对不行 做日久生情麻烦 日久生情啊 对啊 谁跟谁日久生情 明水生死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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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水之间有一些禁忌 明水生死恋女主角 你们四大精采的 不是 其中一个是那个 玄民二老之一 一个是演艺圈的乱缘 我能讲什么 我可以讲什么 那就让他去了吧 这演艺圈的乱缘是谁 连他都连结 就是那个沈玉玲啊 沈玉玲是乱缘 喂喂 同神 好那俊耀哥是为爱情减肥成功的 瘦妖妖 俊耀哥 大家好 好 告别花天酒地 我是为了追尾老婆 我不再肥累 我跟你讲 都是值得的 值得 好 幸福好男人 下一位是最犀利的 两性专家 延宾欣 男女之间吵架吵架 不怕吵 怕的是你不会收尾 收尾 没有安定 对 这叫断尾求生 这叫断尾求生 好下一位呢是 活动主持接不完的超人气作家 吕如中 有 你的经济 听得了是我的经济 既然是你的经济 我的少碰为妙 男女之间 你看人的关系 有人 家人 恋人 恋人之间的禁忌 特别多 我觉得 对地雷 有一开始 当然有那个甜蜜期 对 可是能维持多久呢 有没有一种数据啊 他平均多久 多久会吵架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说感情啊 热恋期 然后接下来就是 磨合期 磨合期如果过得了就过嘛 就变成平静期 那如果过不了 平静期又过了的话 就变倦怠期 那其实以现代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是蛮素食的 然后爱得很快 然后耐性也不佳 所以三个月就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吵架了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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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星期 好短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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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期限两年了 一般来讲我们就说 看花不是花 看水 好短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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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发出一些爱的信息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人 拜托不要剪掉 拜托不要剪掉 刚刚那个不要剪掉 好短哦 好短哦 如中呢 如中也是 我觉得不能以数字来分 我觉得 比较没有经验的人 或是初恋的时候 比较容易吵架 因为占有欲比较强 然后可能情绪比较不稳定 另外一种就是 真的没有爱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 有一句话叫 就是我们开始挑对方的毛病 对 什么都看不顺眼 但其实你是想要 让这个地方 让这个死水的爱情 能够往下动一动 所以你会吵架 还有一种是 两个人都开始不满足 如果一个人不满足 不会吵架 比如说 你一直对我这么任性 可是我觉得你好可爱 你这几次好可爱 那有一天 你任性的时候 我受不了 你是公主病啊 是因为两个人 同时达到临近的点 一起不满足的时候 才会开始吵架 OK啊 今天有很多禁忌 对 拿出来讨论一下 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禁忌 如果你真的爱对方 这个禁忌 就不要去碰他 好 好 第一个 提到前男女友 我一定中的啊 新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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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链 白木 白木 这不行啊 没有人敢做这种 小姑 我承认我还蛮白木的 看得去吧 无主意 因为你上次讲说 你有一个前男友陪你去 试裸照这件事情 对 对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因为最近我生日快到了 那我现在男朋友就是最近要带我去挑生礼物 然后我们就在车上 他就问我说 你收过什么最特别的生礼物 我就跟我说 诶就是我现在的项链上 就是脖子上这条项链啊 这层是我前男友 他他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 而且他还就是在那个海边 然后还请他朋友排爱心 还轻手帮我戴一项 对 然后我都对了 然后我就看到白银旁边了 我就已经开始火 开始上来了 确定你有黑眼睛 对 然后他就靠边 他就叫我下车 真的 白木哭 然后就觉得没什么好顺畅 白木哭 你是故意的吧 没有 我真的没想过 我真的想说他自己问我的 印象最深刻 对啊 所以你在讲这件事 也是跟现在一样 这么高亢 性格 对啊 你可以演好开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就这样啊 我只是只是停到旁边叫你下车 善有礼貌的 你上车诶 别上车诶 在大马路中间 都穿上去压你给我下车 他没有道车 你过去不错啊 没有 茉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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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Saya还蛮好修养的 就是有事我以前的男朋友 就是我们跟朋友一起出去聚餐什么的 然后在灯光美气氛夹的时候 他突然就这样看着我就很深情的 看着我 然后 הם hanου 然后他们剥我的头发 然后就说 如果你烫卷髮的话 一定也会很漂亮 因为我那时候是直发 对 然后这样很深情 然后还在小路乱撞的时候 刚好其中有个朋友就问他说 某某某你那个头发在哪边剪的 还剪得很好看 然后他就脱口出说 在某某店某某店剪的 在哪边哪边 然后就说 因为我之前那个女朋友 也都在那边剪 而且她最近也刚烫了卷法 然后我那时候你知道 还在小路乱撞的时候 突然然后悲重双来你知道吗 对 悲重双 对 然后我当下想说 不行 我们这种这么大气的女生 又带得出去 所以绝对要沉得住气 所以我现在都没有 对 可是我要回去整晚不讲话 提到前男友 你也会受不了吗 其实之前有个男生要追我 然后他一直讲很多 很好听的话 后来他其中讲了一个 就整个就是让我觉得冷掉了 他就说 他说你知道吗 我真的 我之前跳的女朋友 其实真的就是女朋友 是小女生 他绝对不能像你一样 我要的是一个老婆 一个太太 一个可以就是让我心里很安稳的一个力量 就讲了老半天 我觉得你是我的真命天女 很棒对不对 然后他说 其实可是我觉得 你们 你跟我的那个女朋友啊 前女友啊 其实都很像 不讲一个 其实很多特点 都很像 唯一不一样的是 因为你经济独立 你会赚钱 然后怎么这么玩 然后再来再加了一句 而且像你也不需要我养吧 我烧山了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 讲清楚的那种感觉 我当然没有开心 你就跟我讲清楚 怎么叫你 你不需要我养 这个不行 那个修 超白目的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很多男生 他那个你诚实 跟白目 其实这是一线之间 那事实上 女生不喜欢突然间这么理性的去分析吗 可以分析啊 可是不是这种分析法 moment 这个moment不适合 对啊 而且讲这个好无情哦 感觉 怎么会这样 他讲这个时候应该是在 有律师在场吗 你根本这种话就不应该讲啊 不能讲 其实人家根据统计 其实人会喜欢的类型基本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说你翻开大家的前X的记录 其实会觉得都是有某一部分的相似点 可是这东西是心照不宣的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把它讲出来的话 就一点味道都没有 所以问完这个 我讲 很多男人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实话绝对不等于情话 情话绝对不是实话 对 对 你曾经沧海的人教一教吧 哎呀 多虚 哎呀 哎呀 老师说你因为这个事情 各位施主 有一年曾经我们去希腊玩 我跟我现在的这个太太去希腊玩 正在希腊这个 这么爱情海的这种 这种风光明媚当中 结果你知道吗 他没有带notebook 我有带notebook 结果呢 他就要跟我借notebook 当然fine 借你啊 fine 结果借给他之后呢 fine 徐老师教的 结果 哎 他一早 我我还在睡觉 然后他凌晨的时候 就在那边玩电脑 就是都弄了 因为他都很早醒 突然间他把我叫起来 刘先生 刘先生 这个就有问题 我叫刘先生 因为他 我他都叫我宝贝蛋 突然间叫我刘先生 刘先生好多 刘鬼 还是叫刘先生好了 我怎么受得了 所以他叫刘先生的时候 刘先生 你以为他在叫刘柏文是不是 刘先生 刘先生 我讲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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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moment 我跟你讲那个moment 我到现在还记得 真心 哦 那个真的真不如指 然后 然后我马上就起来 怎么了 因为我知道他叫刘先生 不对劲 刘先生 他说你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然后什么东西 哎呦 吓死我了这个声音 那我一看 好 上面是怎么写的 写说 哎呀 还是你比较好 我现在这个 骂我跟骂儿子一样 我每次他骂我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你 你写的哦 他写的 他写的 你要死了你 对 他叫刘先生 还客气了 结果 结果被我太太完完全全 看得轻轻轻轻轻 哇塞 从那天开始 那可能 我妈妈还搞不清楚 我妈妈到现在 现在才知道这个事情 老师说 这是不是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痕 对你心目中 很大很大 对他也是 对他的伤害是非常的大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 我都还在弥补中 我听过一个故事啊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其实很善良 很诚实的 很正直的人 然后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就很喜欢在做 教女朋友的时候 煮菜给对方吃 女生就说 哇手艺好好 他就脱口而出说 因为我前女友 他全身过敏 他吃什么都会过敏 所以我练就 我一身好手艺 女生第一次听 就觉得 代表你练就 OK 可以原谅你 后来他跟女的交往 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他送他一个很不错的名牌 那一方面 女生就觉得 哇这个男生好有品味喔 因为别的男生可能 一看到女生要名牌 就是LV啊或Gucci啊 他居然选的是YSL 他会觉得 哇你好像比名牌 又多懂了一点点的感觉 对 这个男生就说 没有啦 因为以前我的女朋友 是做精品的啊 所以呢 超精品的 要买了 刘静要过去 刘静要过去 然后他就觉得说 可能是我问的不对吧 后来他们已经去 他们已经交往了一年 然后就去VILA VILA都两个都穿着泳装 在游泳的时候啊 就忽然跑来一个蜥蜴 就是八角戏 然后这男生就惊慌思索 因为他怕一切爬虫类的东西 然后他就一边讲一边笑 因为那个女 他的现在你们就觉得 这么大个的人 竟然怕这么小 像蚯蚓一般的蜥蜴 那男生就说 我以前来巴厘岛的时候 我还挑在我女朋友身上 哈哈哈哈 一直在笑 真的 真的 他带出女的 真的 我们没有生气吧 男生是故意的吧 可是 这个女生觉得说 谈恋爱其实可以聪明一点 可以不要只是抓狂 真的 他就跟这个男生说 我有这种感觉 我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以前也不爱游泳 是我的空上男朋友 带我来游泳 你才 我去比金尼杀送嘴 还有一个小破洞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不杜拜了那一次的感觉 最好我就觉得 当一个女人的感觉 好幸福 能当一个女人 她的时候 她讲不下去 还脸红 这男生就 她才知道她 对 她还是大家的感受 这个女人就跟她讲说 如果你不希望跟我的回忆 谈恋爱 你也要照做 那 可是我觉得 以其人之道还心 还心得心 可是我觉得要看个人的 就是你们两个相处的 那个 对 我也要继续下去 我跟你讲 我的那个之前 before 那个 孩子的爹 很好玩 他很喜欢有一个 兴趣就是画画 就是画很壮 对啊壮啊 对啊 然后画画对不对 对 然后画画的之前 他会喜欢 側拍人的那个 就是側拍你这个人的 图像这样 对 那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傻 很愣 然后我才二十出头岁 我可能连个表情或什么 就是个呆 一个蠢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真的很不ok 为什么连那种家具上 你都不会拍pose 这样子 然后他就拿了杂志 他就说你看一看 然后他就说 这个是他以前的前女友 空姐 空姐啊 你也不看一看别人 他就说空姐 对 你看她很大 还拍过杂志里面的 那个时装的照片 然后看我就这样 就杂眼受挫啊 好不舒服 然后我就心里对 对对对 就圈圈叉叉 结果我就用了一招 我当场也没有翻脸 我就ok啊 可是我就用了 那个吕老师讲的那个方法 然后那天晚上 我们就在看那个电视剧 然后就看到刘德凯 我就说 刘德凯真的很帅耶 我从年轻就好喜欢他 你知道吗 我以前有个男朋友 跟他长一模 真的 真的 对 没有我就觉得 方法不是一样 你会记住 对不对 你会记仇的 没有我是说我方法是一模一样 我当天就是那么刚好 就反正就是那个火花就起来了 就有点这样子在那个 在对上 结果后来你知道吗 从此之后 大家看到刘德凯 全部 没有海报而已 是不是他要画个猪脸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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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男生反而也会记恨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处理方式 所以最好是不要提了 所以 讲前男友前女友多好 这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真的 对不对 我们看还有哪一种 记记是不能碰的 搬救一下 挑东挑西 嫌你做错 吵架还爱搬救救 大可怕 这个平常在交往过程当中 都在那边做笔记 对 心中的笔记本 对 你一惹毛他的话 有时候翻出来 我还不是行中笔记 我是笔记本真的写 真的 真的 你把智障的事情写下来 因为我脑袋不好 所以我所有事都是记下来 而且我一年写一本 所以呢 我们结婚二十 一年写一本 对我们结婚二十一年 没有 我的记事本就是我平常的行事力工业 但其中会有一栏呢 都是写我先生所有不该做的事 然后我就 很咬牙超级 挑东挑西 你们有这种习惯吗 像我朋友啊 她也算是大戏的女生 她男朋友只要发生任何事情 她都不会计较 她会忍 可是有一天她真的忍无可忍的时候 然后她就跟她男朋友讲说 我跟你讲 你五月八号的七点三十五分 你没有来接我 你四月六号的三点二十五分 你跟别人去吃饭 她就可以巨细迷你地讲 所以我觉得她内心啊 好可怕喔 我觉得她那个不是什么小记事本 她那是小日记 可以出一个就是一套系列的小说 她记得非常的巨细迷离到恐怖 这种交往会有压力 那个就是我 那是因为她很大吗 我认为几点几分会这样 我不知道没有几点几分 但我会写说几天几号 也是 她跟我说八点会回来 结果她那天十点才回来 我会记 哇 因为以后吵架才会有评有趣 我会记 哇 因为以后吵架才会有评有趣 你们是家人耶 不是双场上进这个对手吗 这是我先生她女的最甜蜜的时候 不是 家人 家人也是讲求证据的 对啊 没有证据怎么可以吵架 这就是刘先生 大事应该要进 因为你事后做一些理论的时候 你有评有趣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条线 就像徐游老师对她的老公 你说男人真的都喜欢老婆都完全不管吗 其实也未必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你晚回来了 我担心你啊 我在意你啊 我这样子是爱的叮咛和呼唤的 如果真的你晚上怎样都不回来我也不管的话 那味道也是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到挑东挑西到处闲 其实我觉得在爱情里最痛苦的就是 优点不被欣赏 缺点不被包容 对不对 如果说我的优点你都没有看到 可是我的缺点却样样被你挑出来讲 其实这段感情也差不多了 对没有错 所以 那个分寸哪里很重要 所以其实这个旧账啊 如果还会跟你翻旧账啊 同样是那个账 那表示呢都是同一类 因为归纳在那个账里面 那表示你都还没有改 就像我被赶出去的那一天 我跟你讲 我收到一封信 你没有人生那天被赶出去 讲那么顺口 好 那那一次呢 我想那个旧账 我都说 看到一个大哥被赶出来 是一种的 好美 没有 辛酸的事 我现在讲出来是 希望你们不要布我的后朝 好 佛弥陀佛 我现在在情善中好不好 那我跟你讲 我收到一封E-mail 那个E-mail呢 你一打开的时候 哇 你也知道那个账啊 琳琅满路 洋洋洋洋洋洋洋 而且都是跟感 都是跟爱情有关 都跟感情有关 都跟你写的 风流账 一米风流账 我跟你讲 早年的刘俊耀 不喜欢婚姻像奴公 喜欢婚姻像后宫 好漂亮喔 早年喔 我说我还没出家以前 早年 那那个时候呢 他是浪子回头巾不换的代表 你觉得你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后宫呢 所以这张左搭很会讲 是喔 可是不能只靠一张嘴啊 那是一时的 还在靠实力啊 男人都靠一张嘴 男人都靠一张嘴 你真的不了解喔 我把它讲完 然后呢 这个旧账呢 一般的时候我告诉你 我看到那个旧账 我什么都没有办法讲下去 不用再解释了 很多你都忘记了 很多 对 尤其都是白子人 所以为什么要记笔记 所以他现在是对的喔 要记大象 因为小象啊 你只要一挑小象出来 男人啊 会说 你老是讲这些 有的没有那种 都太小的嘛 对不对 他就想说 我们生活 可以躲得开一头大象 可是我们挥不开一只苍蝇 他就把你比成苍蝇了 所以说你记得大象是对的 然后呢 大象一拿解几项 我跟你讲 我就输了 我就说好 我不再解释了 因为都是我的错 他写的那些 是不是有一些女生 你都忘记他了 不是他写的 对 对 我都忘记了 但是他都记得 他都记得 不是 有时候 聪明的女人要选择什么 事实的遗忘 那有一块你要挑好的记 或者是说你要淘汰不好的记 不然没有办法走下去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遇到 其实 应该是讲说 我觉得快 应该是凶多吉少 快分了 因为他赫然发现 他身边的这个女人 好恐怖喔 你看他的帐可以从哪边算 是从民国19 19 应该说90年代开始算 现在就是2012年嘛 他从2000年之前开始算 跟他算 就是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你妈妈怎么对我 你家人怎么对我 他们如果 就这样一直list喔 然后最可怕是算到最近 因为呢 我那个朋友 其实呢 他比较有那个 就是到哪里喔 他觉得还ok嘛 有时候到哪里 就打个卡干嘛 他居然把他的卡全部 全部列出来 很可怕 然后就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 不要说 刘先生 他该回家 刘先生 请问 今年1月5号 你在哪里 谁去 你懂吗 对啊 然后我讲是真的 你在哪里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对 这样讲 没有人会记得 我给你时间想 对 他就像检察官一样 后来连续 我就讲说 就是从几月起来 他讲的巨细迷移 然后你跟谁在一起 然后到最后 其实他大概连续拷问了三天 就像法官一样 好了 你又说拷问三天 那走ok了吧 姐自己说 没有 再来一次 你那天讲我不满意 再从你那天 他一月五号在哪里 你觉得这个怎么走下去 对 他就犯疯了 太夸张了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 所以你这种 什么 翻旧帐 然后他就说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一月五号 一月五号那天 你告诉我你要忙 你不能陪我什么什么 结果你在哪里 之类的 所以可以得到一个小偶的结论 很可怕 爱翻旧帐这件事情 不好 翻大象的 我想人家 那个是在大事大非的时候 也是决定 你要不要继续跟他走下去 但是翻小账的时候呢 人家就觉得很烦 对 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不可理喻 老师是大的 我是信大的 那就对了 对啊 当年你曾经给我掉多少钱 借给谁 老师 你像竹下 拷问他 对不对 我们看第三个 只是跟朋友出去 可是说了你就不信 为什么 不信任的问题 这也困难 女生很爱翻这件事情 倒是真的 对 像我以前男朋友啊 就是他女生朋友很多 然后常常就是假日 他女生朋友 就会约他去唱歌啊 吃饭 然后有一次是我在电话 另外一头 就有听到就是 我前男友的 就是他的好朋友 打电话给他 他说 我们假日出去唱歌 这样 然后我就有听到 但是我没有当下 就说我听到 然后到了假日的时候 我打给他 他就问他说 你在干嘛 他就说 我跟我女生朋友在唱歌 我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 他就说 可是我没有安排你的 就是安排你在我的行程里面啊 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就想说 你是被隔离在外面 对 他就觉得说 我就说为什么 我们也可以一起玩啊 所以你唱歌不好听吗 还是 不可能 他可能就是想要那个 因为老师是谁 常没有跟私上去唱歌 对 因为你唱歌太好听了 唱歌都是压轴 压轴 压轴 就是你会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有跟你一起去的话 我就不会就是问东问西啊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事先讲说 我要跟我女生朋友出去 可是他都没有讲 就是没有报备 前提就是 他不能有女生朋友 他其实有女生朋友是OK 但是你要就是 唱歌男生唱 对啊 因为我也会有男生朋友啊 就是要先讲 他就变成了 他就变成了 有点偷偷摸摸摸的 他就是 而且还就是说 因为我没有安排你在里面的 他就是 讲这种 什么意思啊 对啊 这种 我到现在 我到现在 除非是真的是公事 跟长辈那什么事 那可以不带老婆之外 任何的什么场合 一定要带老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这种是被蛇咬过的 被蛇残过好不好 咬 咬 我想 因为呢 这是男人的很坏的一种习惯 因为他其实 会说 只是跟朋友出去 所有人都不信 我跟你讲 还真的不信 因为以前一开始 好像是真的 可是到后面来讲 十次里面 可能有八次 都是跟那一群朋友出去 但是那群朋友 都是 假设在我来讲 是九肉朋友 九肉朋友的话 你就不想让老婆知道 你就跟九肉朋友出去嘛 所以我就开始瞎掰了 我今天跟徐薇老师吃饭 还有黑人 还有谁 很安全的 都很安全的 他说这些人是很 社会上的意见 比较那 可是呢 事实上 我不是跟你们出去 你们只是我的 被网子 上演法 然后呢 就是这样 他当然不信啊 我在讲最近的 不是 不是最近哪 他有一次 好怕 九六 那一次呢 我跟你讲 他已经 我又到十二点 南瓜时间 我又没有回去了 南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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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马车就变南瓜了 回姑娘时间 我又没有回去了 好 没有回去的时候呢 那怎么办 他打电话来 我就不敢接了 我就不接了 结果 比方说我是跟文婉 我们是九肉朋友 我们一起出去 他一通电话打 打给他 他说 他说 大嫂 他说 你跟刘先生讲 王王王想找黑人丸 得先经过泛泛的同意 你跟刘先生讲 祝他 玩得愉快 对 好可怕 好可怕 当场 当场 我的朋友来说 是 大嫂 好 我一定找到她 转头 转头告诉我说 俊耀 赶快回家 没有 你真的教老婆 你真是 了不起 教祖的 敬礼来 我会听 你老婆讲什么 他就跟我讲说 你老婆说 你老婆说 祝你安得愉快 你怎么说 这根本是 不然 走 趕快回家 所以 所以 我老婆明明就知道 你跟谁出去 她不相信你在 而且我那天 讲的冠冕堂皇 我说那天 跟这个海峡两岸的 海峡 他把他隔禁 海峡两岸 我把他拉大了 不去不行 海峡两岸的交流 一定要去 这样 结果我讲 他 砰一下就打给他 你看 那太清楚了 所以这样 我刚才补一个 这样的侦测下我对策 像有个演艺圈大哥 就跟我讲 他说 我之前也被你大嫂枕死了 他也是说 跟俊耀哥 所有旁边的朋友 都说 我今天要去伤一下 伤一下 我伤一下 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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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一下就说 伤一下 该打了都打了 对不对 好了 因为前面被抓过 不要看过 跟俊耀哥一样 后来他老婆 他说 我今天喝黑人的喜酒 然后我们有个聚会 马上来 马上回来 这样 后来也一样 到十二点也没有回来 那他当然去快乐 后来他老婆大嫂店店说 那个某某人 老公 第一道菜是什么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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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到哪儿傻了 因为他想说 他只想到一个 我没有跟黑人讲好 我没有跟许葳讲好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好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好 那一下子他 怎么办 就大早就说 你这个死了 好吗 花到了 第一道菜 好吗 老婆好像对这个部分 好像那些工房的手术 很敏感 我们要去 不会说 不会说 不会说的朋友 等一下 我会去老 五十几岁的总经理 然后小孩去 而且电话话要翻脸 然后说 明明我们真的是要去看书 你在那边结巴什么 我怕许葳 你不会老师嘛 所以我说 这些胡锡鼓掌 会怕对方的态作 真的会 对 还是有点威严 像廣伟多怕愤愤 真的 打来 他说 唯一那个白翔还打电动 诶 那个 范范在不在 还问说 今天晚上范范在不在 我说 在啊 祝福你们愉快 刚刚讲到信任度的问题 我觉得女生要放聪明一点 就是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你取样就很重要 你就喜欢这种爱玩的 但这种爱玩的 就一定会 找空档去玩 那你呢 他跟你讲实话 你一定不高兴 可是他不跟你讲实话 他就一定要骗你 对啊 怎么办呢 对啊 真的在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就不要找那种 那么爱玩的嘛 对 对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爱上了这种爱玩的 那你就要学学大嫂的这种 就是说抓大象 对 你抓大象 然后那个自己 心里有一个数字啊 对不对 玩到什么极限 我可以容忍你怎么样 但是你不要跟我玩的明目张胆 你知道吗刘先生 是 我一定会回来的 真的啊 这个你不要解 所以 所以你懂吧 你就喜欢找爱玩的 爱玩的嘴巴甜啊 对不对 他讲情话 他不讲实话 对 对 这个男女关系或婚姻哦 就算穿衬衫的时候扣扣子 对 你第一颗是扣正的 一路都正 你第一颗就扣歪了 你就歪下去吧 修正不过来 那就是刚刚冰心讲的 就你第一次的取样 有些扣扣子还扣错个人 对 那你就一路就是歪 你就吵到最后 对啊 你有什么看法 呃 我觉得有时候男生 并不全然是爱玩 他只是不想要女朋友跟 所以你并不代表你全然的查情 会查到他跟哪一个女生在一起混 他不是这个意思 男生只是不想要女生 什么都知道我的行踪 那有时候真的是 正如大家所说 有时候久了就会遇到鬼 那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 就会不停不停的查情 可他的男生因为觉得很烦 你什么时候一直查情 他就容易消失失踪 电话关机 他这次关了三个半小时 女朋友打不到 三个半小时男生接起来 旁边有女生嬉笑的声音 让这个女朋友更火大 就女朋友说 你知道警察都打来了吗 他说不要再骗我了 不要再骗我了 好 然后说那你现在干什么 我跟张妮在一起啊 你跟张妮在一起 因为女朋友已经这样复数了 这男朋友说 以前都是张妮把我cover的 这一次应该不行 没有啦 张妮后来就带我去找Michael啊 你跟Michael在一起 他只是复数而已 那男生就说 糟糕 一定是他跟Michael 已经打过电话了 没有啦 我跟我妹在一起 我们后来一起去牵车 然后跟我妹在一起 我们一起出去玩一下 旁边的声音是我妹 他就上厕所了 你跟你妹在一起 他说你为什么要重复我讲的话呢 你是跳针还怎么样 他说因为警察打电话给我 你妹骑你的摩托车 去载Michael跟Johnny 三个人三贴发生车祸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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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看第四种是什么呢 是什么 真的只是好朋友 我跟他真的没怎样 真的没怎样 就上次讲的红粉之鸡这一种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第二层次就是说 如果你的 你爱的这个人 他已经发生过 他有一个非常那么好的 麻吉 不管是异性的麻吉 他可以跟他去聊很多 三星半夜 聊不完 然后他们都没什么 那我觉得你自己要检讨 因为他很多话是没办法跟你讲 所以说你第一个 你要自己先检讨 有没有这样一回事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尽量避免 像我跟文婉很好 可是我跟文婉去做任何事情 我太太一定在 真的啊 她跟我太太就很好 而且你知道她上次 再年前被 当然被赶出来 有没有 她那一刹那 你在问她说你最想去找谁 打让给谁 女文婉 是不是 其实我是很妙 我是有很 我是很多人的红粉之鸡 可是问题我要说一件事 你就常让人家有被作异 不是 我会 就是我其实蛮贴心的 我对 当一个女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 刚刚冰心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 分纪在哪里 为什么我跟大嫂很熟 比方说像迪志伟好了 我打电话去 我可以12点 1点 我打电话到她家里 她太太是不会神奇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分纪在 那美高在哪边 比方说她 她太太接电话 对不对 我会说 弟媳在做什么 我会先跟她聊 我说对不起 那么晚打扰你 因为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要跟志伟说一下 我要跟她讨论一下 好 我一定先打声招呼 好 在志伟来接电话 所以说你知道吗 程序啊 我们家如果12点有女生打电话 那简直不管你是 李文婉还是黑文婉什么的 马上崩溃 大算账 你在干什么 然后像那个 王瑞德 王大哥 因为我都会照顾 所以包括她太太要 比方说 我先讲我做了一些事情 我不只focus在大哥身上 我可能会跟大嫂说 大嫂你最近有什么需要 那个妹妹帮忙的 是不是脸上需要什么东西 要保养什么 我都是这样子 take care大家 最重要是这样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知道说 因為呢 這男生講得怎樣嘛 這才是送的錢嘛 什麼人在講 對不對 那你在以偏概念前呢 像王瑞德 真的全天下女人 不可能跟他拍照 她那個 她只能跟我這樣搂著我拍照 她太太不會有意見 為什麼 OK啊 我又不是長得特別醜 為什麼沒有 不是 我就是剛剛提到了分際問題 安全 要讓對方有安全 對 好 所以這競技裡面 我覺得 你的第五項應該是最重要的 關鍵 對 男女朋友絕對不能碰的競技是什麼呢 吵鬧非吵鬧 老師把分手掛在裡面 這個是絕對不能 我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的大男人 他就是很喜歡把分手掛在嘴邊 然後有的時候我就 一起去動物園 男生 然後我們去動物園 看到一部非常精彩 就是我們在動物園 不是要買票嗎 然後那女生就站在前面 然後呢 總共他們兩個票價是60塊錢 然後女生就很貼心的 從皮下裡面拿出零錢 就要付錢 然後男生就看著他這樣 因為朋友都在附近 他說 你現在是怎麼樣 你是覺得我60塊出不起嗎 我是你男朋友 你連這60塊都要跟我搶嗎 不然分手好了 然後那女生就 那女生就 那女生就傻眼 然後就 突然就是更小 真想起 然後我們第一次看到那女生 下女生就說 我 圈你插了三角形 就想著那男生一巴掌 然後就 搭了計程車就走了 為了買票 打巴掌 那女生就受不了了 然後旁邊的那媽媽 這應該是個引爆點吧 對 因為朋友面子 就旁邊有個媽媽 就像小朋友 然後這樣 傻眼啊 看著他那男生就這樣站在那邊 然後就 眼眶就紅 然後就衝去 追女朋友 然後我們現在就繼續 動物園 是累積的 對 對啊 但講分手這件事情 其實很傷害對不對 其實除非你真的 不想啦 就是不要在一起的話 那你就 你就隨便講吧 就像你說的是男女朋友 還OK的 那個真的在婚姻裡面的話 你真的 不要把一個人逼到極點 不是有朋友嗎 就是動不動就說分手 可是他老公就火了 他老公後來我就跟他 因為我們跟夫妻都是好朋友 他說他是這樣瞧不起我 是不是 他怎麼會動不動就說要離婚 就說要分開 他是覺得說我沒有他不行 是不是 他說我告訴你 你告訴他 他只要再講一次 我馬上簽字 就是說他忍無可忍了 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女生常常就是覺得說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去之後快 覺得好像只要離開你以後 我的人生就是光明的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是烏雲照 頂流先生 所以他就會有時候一氣起來的時候 所以我就說嫂子真的是大量 而且很有智慧 像他剛才那幾段 都很 一般女生早就說 早就說拜拜了 還跟你留下我查看 其實如果你真的愛對方的話 其實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覺得分手不要掛在嘴邊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說對方的情緒 比方你是說分手的那個人 或者說我們叫Tay的那個人 你沒有想到說其實聽在對方耳裡 他會醞釀到什麼程度 他有一天他就走了 他再也不會回頭 我記得我那時候跟我前夫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他也是非常非常大男人的一個人 然後他是那種動不動 他就會把他會把很小的事情 剛剛是60塊嘛 他是很奇怪 那種脾氣起來 你不知道為什麼他為何生氣 你不知道 然後說車子擦傷了 OK 那你就說我記得那次 反正就是從那個車庫出來 那我隱約感覺到好像有撞到東西 那因為我們那個地下室 它是兩個輪胎 那廢棄輪還特意漆成黃色 因為他怕你去撞到 因為這樣比較鮮明 好 可是呢 因為那時候車上雖然放在裡面 可是我感覺我坐的那個 座位那邊感覺有撞到一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車子好像有去弄到這樣 他說不可能 怎麼可能 我說我真的有感覺 好了 那小事嘛 他就開出來 開出來他就把車子往路邊一靠 好 下去看嘛 看有沒有 哇 上來你知道嗎 跟個瘋子一樣 他crazy 他跟我講說 你怎麼那麼賤 他這樣對我罵 沒有 那很賤耶 我說什麼了 回首過去 呂文婉也有累人的一面 我其實我都快哭了 你還笑得出來 現在很好就好了 可是然後所以 他跟我講說 你怎麼那麼賤 他這樣對我罵 你真的很賤耶 我說什麼了 我真的很瞭解 對 發生什麼事 他說 你竟然栽贓我 他說我栽贓他 你去想那個邏輯 很怪 什麼跟什麼 聽不懂 黑人不要笑 對 非常怪的邏輯 我那時候真的 我真的覺得傻了 你這是什麼了 他意思是說 果然在這個輪胎的上面 有黃色的漆痕 對 他覺得說 那個一定是我去搞的 結果我栽贓說 欸 你有去撞到 這什麼邏輯 那個車子弄到 我也是我花錢 車我買也 然後之後也是我那個 他愛車比愛你多 對 我覺得他愛任何東西 我一個問號 他愛過我嗎 我真的有懷疑 就這樣 然後呢 後來他就說 我們聽起來滿悲哀 對 非常悲哀 我真的有懷疑 對啊 你這種事 他愛過我嗎 他愛過我 他愛過我 你這種歌詞這樣 好可憐 我其實我都快哭了 你還笑得出來 沒有 現在很好就好了 好啦 休息了 不是 然後所以 沒有所以 我介紹一個名嘴給你了好不好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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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柯奶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怎麼了 可是他就說 因為我們女生都會哭嘛 那種感覺就不舒服這樣 當下就哭了 當然一定哭 你會覺得說 你無法想像 怎麼會有人這樣的邏輯 他的字也用得太重了吧 他一下 always 然後他就說 哭 哭怎麼哭 不爽你就滾啊 你就滾啊 然後不然就說 那就走啊 離開啊 always 這種話 後來你就真的走了 後來有一天 我跟大家講 那時候就是 簽完字之後 其實我還在山上 我們住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不讓我的女兒 就是說太快 那種玻璃的太快 她心裡面 可是我發現她很好 她雙子座她很好 而且她知道什麼狀態這樣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 毫無預警 我就跟她講 每天都在講嘛 滾啊 你怎麼不走怎麼樣 分手啊怎麼樣 挑釁喔 對 她也不會那個 好 然後有一天突然沒有預警 我就跟她講說 我要搬走了 沒有任何預警喔 她有點嚇傻你知道嗎 我就只講的 我要走了 然後我就扯我開 我就走了 我就開走了 然後到了山下 然後我就接到一通電話 就一個人在 有點哽咽的聲音 然後她就告訴我說 她說你知道嗎 她說我問我告訴你 我不是不愛你 我愛你 你可以來 我沒有回答任何的話 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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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 所以我才講說 你不要隨便把分手 你都覺得說 對方吃 你覺得 你把對方吃定了 或者對方拿你沒折錯 我剛剛為什麼講 她醞釀到哪一個 時間點 她要離開你 真的不知道 來不及 那車是 那車是你栽贓的嗎 還喝一下嗎 沒有 沒有 我當前的日子 只是什麼 其中一點點 太多了 對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像這種不滿的情緒 如果它一直是 累積沉澱 然後中間又沒有很多 愛或溫暖 然後把這些不滿 消消除都化了 其實事實上 這感情真的很傷 那我要講的是說 你看像 很多人提分手的人 你真的不知道 你在講這話的時候 你覺得你是口頭禪而已 可能都不知道有多傷人 因為被分手的人 是表示什麼 就是說 我真的 你就像 垃圾一樣 我根本就不想看到你 我真的就想把你丟掉 所以這種 你講話的人 你就會覺得我並沒有這個意思啊 可是聽到的人的感覺 是什麼 其實我們講話是講給別人聽的 很多人說我又不是這個意思 問題是你講話 是講給別人聽 不是講給自己聽的 不是自己心裡的OS 對 這個跟職場上面 隨便開口說 我可以離職 我可以離開 是一樣的 沒有真的要走 絕對不能說 因為老闆心裡 永遠記得這一點 對 不如說我們要補充的最後 我覺得 不要去改變一個人 因為你自己都沒有辦法改變 頂多就是 稍微退幾步 磨合一下 那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就是 要快樂啦 那所以我們要有那個信心 就是好聚好散 對 真的 好聚好散 今天 我愛情學分 我們一直在秀 要跟幾位好好學習 劉大哥 畢竟 我也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都怕鬼